好 OK 那我们继续上课 那刚刚讲到我们会自己设计CPU 而且各位这学期呢必须要设计一颗自己 完全自己设计的CPU 那指令呢 数量不限 你要设计三个指令也OK 但是你要能够写得出一个至少一个很小的程式 在上面旁 这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设计的指令只有一个 那恐怕没有办法写任何程式 很困难啦 写出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程式 所以至少可能要三四个 通常要到五六个才够 那 在 像我现在所设计的最简单最简单的一版 大概叫CPU0MC 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后面会加一些英文字母 代表它的意义 比如说M的话就是mini 就是微小版 C的话呢是cache 就是说 为什么加C呢 因为等于是说我把记忆体直接包在CPU里面 所以这是一种快取记忆体 OK 因为这样子做能够让它最简化最简化 直接把记忆体包进去能够让它最简化 所以我后来 其实这不是第一版 最早的一版大概是M这一版 但是呢更简单的 就变M-C这一版 好 那 你会看到我们一路啦 会做 比如说 做了这些简单版之后 你就会想说 那那种 有一些CPU它就是真的有把算数逻辑单元 和那个暂存器单元 和控制单元整个分开的那种怎么写 OK 那整个分开的我们也有写 那但是相对的它就会复杂不少 那复杂不少 你就要先了解这一个版本 所以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版本 那 但是呢 这种好处是说 你真的看到它的逻辑模块是分开的 而不是说 就把加法直接内建在里面做掉 而是加法是 加减乘除那些是独立出来做的 那 但是在这一版里面 其实加减乘除 我们还是运用Vlog的预设运算 因为加上加减乘除的程式会很长 可是我们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独立告诉各位加法怎么做 怎么用硬体线路的Vlog那种 杂集的程式做 那这样让各位会比较了解说 哦 那就算它没有提供加法给我 我还是可以自己做得出来 只是我们不把它全部包进去 因为这样就会变复杂 那目的我们希望KISS就是最简单的 好 好 那再来 可能 有一版我还没做完的 就是 微型的管线版 这叫MP就是mini 然后pipeline pipeline这个东西是很难做的东西 管线就是各位如果上计算机结构这门课 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书呢 它上到第二张第三张开始就一路再上管线 一直上到整本书快结束了才开始上平行 那 那个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管线就等于计算机 其实不是这样 像我们前面的始作都没有用到管线 管线是一种相对难的技术 但是它可以加快你的速度 而且它是现在的技术主流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展示说OK 可以让这一个CPU可以靠近现在的主流实作 那我们就必须要看管线 但是我不确定我正学期能够实作出这个东西 那我也还在stry 那另外像简易完整版这应该都很会 就等于说把这个mini版只有四个指令的 扩充成全指令版 所有指令都有 就是这个SC了 那CPU0s呢就是我比较早期做的一个 就是有分很多个clock做 那CPU0i呢就是加上中段的版本 中段处理在CPU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版我们加入了中段处理 那CPU0f呢是我们把伏点数的运算也加入去做支援 但是这个全部做 把f加进来其实是一个 在速度上是一个非常不致的东西 浮点运算它的速度通常比整数运算还要慢上很多 所以如果你把浮点运算直接加进来到CPU里面的时候 它会拖慢整个执行的周期 如果你又不分周期的话 它会拖慢整个执行的周期 所以这里其实是完全不考虑速度的情况的一种加法 那所以不是很明智 但是可以告诉你可以做得到 那不是很明智就是 那这些实作都很阳春啦 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计划是一个 基本上没有什么止境的计划 就是你做完了一阶段 因为下一阶段又会开始一路做 那一直做到一天 我觉得哇超级满意了 我都没有办法改进它了 那大概就完成了 或许吧 那应该没有那一天啦 我觉得 这有时候这种东西是 是一个无止境的追寻过程 好 那另外显示界面啊 我们目前有做七段显示器的部分 小型液晶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去碰它 那像透过RS232和超级中端机沟通的界面 我们一直能想做 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做 或许这些期我时间 有机会会把它实作出来 那像切碗开关这我们倒是有做 键盘我也还没做 键打错了 滑鼠也还没做 那所以这里会有一些持续的过程 但是一旦做了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真正接键盘和滑鼠 那你就非得要用FBJ 对不对 不然你接在这个 这台电脑上用模拟的方式 好像没有接是一样 所以 那个问题其实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可能会做一版 很像 就是说基本上你把它放在电脑上 然后用iColors 它有一个特殊的工具 可以直接接上C元 然后接上C元 但是我们在那个模组上面 是完全模拟FPGA的架构 去设计Vlog层次 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又不需要Atera的那些板子 就可以跑 我们或许会先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那这个各位大概都看过了 比如说我们的组合语言 如果我想做出一个 可以印出1加到10等于55 当然不是直接印 就是你要真的去算1加到10 到底是多少 算完之后再印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一个组合语言程式 各位在系统程式也都学过 但是系统程式各位没学过的是 这些都学过 但是这个指令各位没学过 SWI SWI 这个叫做中段 而且是软体中段 Software Interrupt 软体中段 那这你可以自己设计 比如说我让它第三号代表什么意思 第四号代表什么意思 你只要把对应的程式写进去就好 那我现在让它第三号呢 代表印出一个字串 印出哪个字串呢 是在R9这个暂存器所指向的一个字串 好 那 第四号呢 代表印出一个整数 是什么整数呢 就是储存在R9里面的这个整数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呼叫这两个中段的方式 把那些字串那些东西 整数那些东西都印出来 所以它真正可以看到 可以输出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中段你会看到很奇怪的这种概念 即使在系统程式里面 我好像也没有太提到过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曾经跟我一样老 老到你曾经用过DOS 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中段还真的蛮有用的 而且我们写组合语言的时候 一直要去用INT21H 那那个东西是很奇怪的 可是其实那个是电脑一个通用的东西 不是特例 是通用的 很多电脑都会有中段 而且会有软体中段 这些软体中段呢 其实就是韧体 韧体 它是一种烧在ROM里面的程式 那个ROM直接挂在你的电脑里面 而且记忆体映射到记忆体位置里面 所以这样子你就直接可以透过中段呼叫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曾经写过X86的组合语言 真正的X86组合语言 你就会发现到现在为止 你通常还是会透过INT这种东西 去做自算输出或整数出这种事情 只是现在已经很少人学这个东西了 因为好像感觉也没那么有必要 那因为我用JavaScript来实做之后呢 它的大小变程只有三分之一 三百行编义来行 所以呢 执行方式就改变 本来用GCC 各位还有一点像 本来用GCC 现在不用编译 因为JavaScript是一个不用编译的语言 那我们用一个叫node.js 所以呢我就直接打node 然后AS0就是那个程式名称 程式名称是AS0.js JavaScript的意思 然后呢 后面的参数第一个就是组合语言 的档案 第二个就是目的档 就机器码 那所以它这个过程当中 它又会输出主意报表 主意报表跟之前看起来几乎都差不多 系统程式的时候看起来都差不多 那最后它会输出一个机器码 但是机器码真的写成二进位就很难看 所以写成16进位 那最后它会输出这样的机器码 而且是写在档案里面用二进位的方式写进去 那写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VM0去执行这个上点OB0 然后你会看到就输出这样的结果 那执行的方式也是一样 就是用nodeVM0上点OB0就可以执行 我好像漏掉放上这个执行的指令 那后面呢 我们还会弄一个编译器 这个编译器大致上也写好了 那只是可能还没有很强 那它可以呢 我们本来叫C0 在之前系统程式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C语言的语法 有一些不正规 那个不正规会造成你程式变得比较长 写编译器的时候程式会变得比较长 要做一些奇怪的处理 那所以呢我们就改 既然用JavaSquader写 我就改模拟JavaSquader 来做一个叫J0 JavaSquader写 那J0这个高阶语言呢 它的语法就比较偏向JavaSquader 所以你就会看到 它是这样写的 Function Sun N 那这个语言目前我还没给它挂形态 基本上它是一个自由形态语言 那所以你可以这样写 然后真的可以编译成机器码 然后一起执行 OK 那这是J0语言 那我们就把这个J0语言呢 可以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可以执行 我用J0c去编译 J0c去编译它会输出一个中间码 这种中间码呢 应该在系统程式也曾经看过 那这种中间码其实还不是组合语言 那在编译完成这个中间码之后 你还可以再用一个很简单的程式把它转换成组合语言 那转换完之后呢 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组合语言 那转换完之后你就可以再用VM0去好 或者是直接真的把这个东西呢 编译成机器码之后 直接挂上用Vlog的CPU去跑 是可以的 那作业系统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还没有做一个很完整 但是我们有做一个形成切换的功能 那还不能算是作业系统 只是一个示范 示范作业系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形成切换 但是我们希望说 这学期期末可以得到一个至少很阳春的作业系统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想要把UNIXXV6 还有L4 这样的作业系统是一个精简作业系统 把它移植过来 放到CPU上面去自行 OK 那所以我们整个书上面 其实就会描述了这样的过程 这种过程呢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真的学到一些东西 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联想都还没有去想要做的 也就是说 网路模组怎么做 TCPIP的堆叠怎么做 TCPIP是一个还算蛮复杂的东西 那Ethernet又怎么做 无线的RF硬体模组 你有办法做出来吗 这里其实又牵涉到太多的电磁学 那会非常复杂的东西 因为你等于说我要自己设计无线的RF 那我就要从电磁学开始自己全部设计 那个恐怕真的是一个有困难的动作 但是不过 我们有看到开放原始码 真的有人做出了open source的RF模组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研究一下它怎么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绘图卡又怎么做 open GL又怎么做呢 你有了open GL 你就可以挂上blender 对吧 open GL 你就可以挂上blender 那你又怎么做呢 那就可以写游戏 3D的 不是2D的 是3D的 那又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这是基本上 这些我们通通联想都还不敢想 好 那所以大概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我们有 预设在有一些文章呢 是参考到程式人杂志 所以你如果 在这里我们程式人杂志有对应的文章 有时候我会放上去 那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比如说node.js怎么用 好 那这是一个 我们在比较偏后面的时候 会用到的工具 好 那另外会参考一些 原本我网字里面的东西 但是这些网字的东西 会逐渐的一直搬到书里面来 所以最后都会放在书里面才对 那有一些可能放不进来的 就是各位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学的 那就还是留在网字上面 那另外的一本参考书就是 各位已经有的那本系统程式 那本暂时还先不要丢掉 你还会用到它 有时候你会看到ACPU0指令 忘记了 拿出来查一查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内容 那刚刚有讲到这个Name to Tetris 那也有讲到 这些其他的东西 那所以 我们整个架构大概是这样 各位听到现在是睡着了 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希望 我非常希望 在课堂上面 大家能够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代表你没学到东西 所以 那些不问问题的同学 其实 是一个 不太好的事情 就算你很专心听 但是你有问题没问 这样学习的效果会差很多 所以 不管我讲到什么时候 你随时就举手中断我 OK的 我会立刻停下来 好不好 那如果我不能停下来 我会告诉你 让我再讲完一小段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好 但是我会尽管 快速的 切回来 回答你的问题 好不好 那 通常 我常讲这种 理论的 或者是 介绍的 各位 问题比较不多 各位的问题 通常是 我叫各位写的时候 你的问题自然就会出来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喜欢 用程式来做的原因 因为 我一旦让各位写 那各位 发现说 我执行不了 问题就出来 要嘛就问旁边 要嘛就得问我 那这时候 各位才真正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呢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 继续好 那这一张我应该可以很快的 带过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学过了吧 复习一下而已 CPU0 电脑的架构 电脑的架构 大概长什么样呢 还记得逢扭曼架构吧 逢扭曼架构 然后这张是为几百颗的图 那 他说 有一个 中央处理单元 对不对 CPU 那有 记忆体 memory 有输入 有输出 中央处理单元里面 还有一个控制单元 和一个算数逻辑单元 事实上 还会有暂存器单元 OK 因为 memory不是完全 就只放在memory 里面还有一个更快的memory 叫暂存器 好 那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OK 这个架构跟我们从前的画法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从前画的 棚楼曼架构 其实是单会流排的棚楼曼架构 其实暂存器就是最快的快取 你可以这样想 而且他还跟CPU的指令 混合为一的 那 记忆体是比较慢的部分 而且 记忆体 以现在强调速度的时候 它会有好几层 几层呢 以Pentom而言通常有三层 什么样的三层 我们一般你插 有没有人组装过电脑 你就会去买D-RAM来插 对不对 让你的电脑速度变快一点 对 那个D-RAM 你插进去的那个D-RAM 那个D-RAM是什么样的记忆体 动态记忆体 它有什么特性 对 就是 它其实D-RAM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 等于说一个杂就可以做出一个位元 那如果你要用做成S-RAM的话 S-RAM要六个杂才可以做出一个位元 所以它的成本至少差了六倍以上 对 那D-RAM又是用比较慢速的杂 所以其实它的成本差的更多 好 那 所以D-RAM的速度 跟 跟那个第一层快取的S-RAM速度 可能会差上几十倍 跟第二层快取的速度 可能会差上十倍 OK 那也就是说第一层跟第二层可能差了三十倍这样 好 那跟暂存器的速度呢 第一层快取跟暂存器的速度 基本上可能又差了两三倍 所以意思就是暂存器的速度跟D-RAM的速度呢 有的时候可以差到将近一百倍 所以你不可以不胜啦 这个一旦不小心的话 你的程式速度就会超级无敌慢 好 好 那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 通通都是为了速度 好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吧 大概有是不是 OK 如果还没有你可以再跟我讲一下 那这是比较不同画法的缝钮慢架构 那比较 也有一种画法是这样 记忆体 控制单元 算数逻辑单元 这里有个累积器 但现在其实有很多CPU是没有累积器的 像CPU0没有累积器 累积器的话 有一个效果就是它可以减少指令的长度 因为它预设都是跟着累积器在做 加减成熟都是跟着累积器在做 加减成熟都是跟着累积器在做 所以它就可以少去编一个暂存器的码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 等到你自己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如果想设计16位元的CPU 那你可能就得要弄个累积器 否则你会发现 你可以用来做记忆体定值的那个位元素 就会很少 可能只剩下四个位元可以用来做记忆体定值 我记得去年 有一组同学跟着我做专题 做开放电脑计划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设计CPU 全部组的人都挂顶 然后呢 就只有一个同学稍微可以跟得上 最后他设计出来的CPU 位子蓝只有四个bit 只能够定值到前后的八个bit 那就 就那个CPU就真的会超级无敌难用 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 那因为他没有经验 他就不了解说 原来可以用累积器 去少一个 少四 少一个暂存器的内容出来 而且你两个暂存器 在CPU里面我们都会用三个暂存器的 的栏位 去做比如说加法、减法、承法、粗法 对 那但是这样三个暂存器 不就占掉12个bit 那你16个bit的CPU 占掉12个bit 你还能干嘛 剩下4个bit 只能放OP 那记忆体位置然就全没了 那如果LD的指令的时候 你还勉强说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暂存器 所以呢 我可以至少缩掉两个 一两个暂存器 但事实上 如果你用累积器 你可以把所有暂存器都缩掉 直接用记忆体位置 跟累积器做运算就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16个bit里面 就可以留12个bit给卫子栏 用 DMA不对 就是 所谓的 卫子栏 卫子栏就是 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 一般来讲 像我们这个电脑 都有4G的记忆体 对不对 那 或者是 比较小型的电脑 它可能会有 比如说64K的记忆体 那你要定位到4G 你就要用 32个bit的位置来 对不对 那 那如果你要定位到64K 那需要用几个bit的位置来 64K的话 1K是1024嘛 就是2的10次吧 那 64 是2的6次吧 所以你就可以 要用到16个bit的位置来 才可以定到64K 的记忆体 位置 OK 所以 在设计指令级的时候 那个位 位元是斤斤计较的 像我们这样子 用CPU0里面 用的那种4位元 4位元一组的方式 在商业上面 工业上面 它们是不会这样 因为它要斤斤计较 一定把每一个bit都塞得很紧 所以到最后你就很难看得懂 它的机器码到底在写什么 OK 这是插开的话题 所以累积器是有用的 所以累积器是有用的 特别是你在 位元素少的时候 指令位元素少的时候 累积器是很有用 那这边呢 就有输入和输出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风流慢架构的画法 也是从维基百科来的 那我都会把图片来源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看那张图 你就按右键点一下 这就是那张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里 它这张图呢 它有一些是公共领域 有一些不是 OK 这张图就不是公共领域 这张图是CC 创作共用的授权 那有一些是创作共用的授权 有一些是公共领域的授权 那我们这个书呢 就会跟着维基百科 用创用的授权 所以就有符合它的原则 授权上面是要注意的 那在早期 其实也不算太早了 晶片的线路成本还算高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架构 叫风流慢架构 那风流慢架构 基本上就是我们之前 CPU0所采用的那种架构 OK CPU 记忆体 输出路 然后有控制线 位置线 资料线 OK 这是单一汇流排的架构 单一汇流排的架构 有个好处就是它的线 不会太复杂 因为所有的线都在这里 那举个例子 如果你32位元的电脑 那你的位置线就会有32位元 资料线通常也会有32位元 所以你就有64位元 也就是64条线 要接出来 还要再加上控制线 可能就会有80几条线要接出来 那80几条线你一颗CPU 你最后看到它封装出来的接角的时候 你就至少会看到80几条 对吧 但是 这个对 现在的电脑 如果 现在电脑有些 它采取双套会流排的机制 哇 那你的80几条突然变成160几条 你要接出来 那个针就密密麻麻的 就很困难 80几条已经很多了 你要接成160几条那不得了 根本就塞不下 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技术问题 但是 现在的电脑是这样 不过 它不是在外部会流排做这件事 所以你最后接出来还是80几条 如果32位元的话 最后接出来还是80几条 但是呢 它会在内部 做两套内部会流排 CPU的内部的会流排池做两套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 因为精简指令级的关系 所以 有一种叫做Pipeline的技术 它必须要让指令和资料同时被存取 这个在最后我们会再来讲 等到我们讲完 你了解CPU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再回过头来看速度的议题 告诉你Pipeline是什么意思 那这时候呢 我就会告诉你说 那为什么它的指令和资料要同时可以被存取 要分开 否则的话 会对它来讲形成很大的障碍 就根本没有办法加速 所以 当它分开的时候 这个分开的架构就称为哈佛架构 应该 我猜是哈佛大学的某个人提出来的吧 所以叫哈佛架构 不一定 那 这里 它的哈佛架构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控制单元 LU 诶 有哪里不一样啊 输出路 那不是差不多 对 有差别太多吗 看得出来差别吗 左右两边是差别 对 左边是什么 指令记忆体 右边呢 资料记忆体 它把指令记忆体跟资料记忆体的两套汇流牌呢 独立出来 也就是说有两套内部汇流牌 两套内部汇流牌 两套BUS的结果呢 就是说 它同时在存取指令记忆体的时候 它还可以同时存取资料记忆体 那这个就是Pipeline的精神 如果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它要这样做 你就懂Pipeline 但是现在还不急 先一下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把最难的东西拿出来 第一堂课讲 那肯定就死光一大片了 那所以呢 在哈佛架构里面 是指令跟资料完全分开的 这个东西完全是为了速度抗压 完全是速度的原因 所以它需要两套记忆体的汇流牌 但是这会让CPU接角度大增 也会让记忆体的运用没有效率 因为你变成要两块记忆体 OK 两块记忆体那运用就会很没效率 是实务上不会这样做 因为它是为了速度嘛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做的 实务上是它把快取记忆体分成两块 快取记忆体内部的一级快取分成两块 就有一个指令快取和一个资料快取 OK 那当它就是指令快取和资料快取 它可以同时运作 只要都在快取里面就可以同时运作 如果没有在快取里面 那就得再从记忆体再捞回来 那捞回来的时候就会花不少时间 OK 好 那这种是属于速度议题 我们暂时还先不去详细讲 等到你深的了解PIP NINE之后 我们再来讲 所以现在就回过头来看 这个都各位都看过了 CPU0是32位元的单汇流排处理器 那它包含了R0到R15 IR、MAR、MDR这些占存器 那IR是指定占存器 R0是一个永永为0的 常数的回读占存器 R15是程式技术器 还记得吗 R14是燕结占存器 LR用来储存那个函数的返回位置 那R13是堆叠指标占存器 Stake point 也就是说它会指到堆叠 堆叠的上乘 那R12是状态占存器 就是那个Status word SW 那这个状态占存器里面会存 什么会存 比如说你比较的结果 CMP这个指令的比较结果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错误 还有中断 运不允许 这些东西 好 那这边呢 就有 是这个整个CPU0的架构 那我们这门客 跟它还是会一直 一直绑在一起 那这些是指令表 各位大概输都有 所以就是你输的附入的那一块 只是我现在把它变成网页了 那有这些指令各位应该都还有印象 LDST LDB STB LDR STR LBR SPR LDI CMP MOV ADD SUB MUL 加减乘除 AND O SO 这一个指令是我外加的 这一个指令叫ADDI 事实上它就是LDI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功能要另外外加一个呢 因为 我 前一阵子我哥哥在写 把LLVM这个 苹果 Apple所用的编译器 整个移植到CPU0上面 它已经移植了 那 它现在在Murveo这家公司工作 那 Murveo是一家 算很好的公司 那 它在实作那个 LLVM把它移植到CPU0的时候 它告诉我说 人家不会叫LDI 人家都叫ADDI 你要不要考虑把你的这个指令改成ADDI 但是 我们前面已经有个LDI了 那两个功能是一样的 不过在外挂一个ADDI不是有点浪费指令 但是想一想 也不行啊 如果没有 那人家会误解 误解 以为你没有这个指令 那他们在实作那个编译器的时候 有一些就非得要用这样的指令 会比较好 所以 我就加上 这一个指令 所以请注意 这个指令是新的 那其他大概就是旧的 RL 左旋右旋 左移右移 不过我们在实作CPU 用Vlog实作的时候 我不实作这个 因为我发现说 这不要耶 其实也没关系 大部分的情况根本不会用到 所以这两个我会拿掉 那另外其他的指令 JEQR JUNE 这些都会有 JMP 还有SWI 是我们之前比较少碰到的 但是现在会碰到 Core 这个指令 Return 中段返回 IRET 这个中段返回 这个各位可能还比较不熟 那Push PUP 这个堆叠指令 Push B Push一个byte PUP一个byte 大概就这样 那还记得指令格式吧 那指令格式 有A型 L型 和J型 那这三型里面呢 A型通常是做算数的 那L型通常是做载入储存的 J型通常是做跳躍的 OK 但是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有些 有些是载入的 却是 却是放在 怎么讲 就是它的形态 会可能是A型 好 那 那 状态暂存器 这个就是那个 R12 R12 SW Status Board 它是用来储存CPU的状态值 那有很多奇标 比如说Z奇标 就是0奇标 如果它比较结果是 就是代表说 它如果是1的话 就是比较结果是0 那如果是0的话 就是比较结果不是0 这点诡异 不过通常都是这样设计 那 副奇标 就是说如果是副的话 比较 它这个位远 就会是1 如果不是的话 它就会是0 那Carry 是净位奇标 还有 Overflow 是1位奇标 那我们很少用到净位和1位奇标 这个通常会是中断的时候才会处理的 那 这是比较常用的 因为CMP的比较结果会放在这两个奇标里面 所以 JEQ JNE 那些会根据这两个奇标来跳 决定要不要跳 所以如果呢 比较的结果是大于的话 那会设定成这样 小一的话会设定成这样 等于的话会设定成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Z等于就代表说是等于 OK 好 那 有这些跳要指令 它会根据这个CMP的结果去做跳要 所以为什么能够做正确的跳要是这样 那另外呢 SW 里面还有包含中断控制奇标 这是用来控制说我云不云取中断 那中断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有点麻烦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指令执行到一半被中断了 那不是全乱 所以 有些时候是不能中断 那还有一些时候呢 必须要禁止中断 各位还记得我跟各位讲过 可能是在CSHOCK的时候吧 死结 死结和竞争情况 Deadlock和Rest Condition 有没有印象 Deadlock和Rest Condition Rest Condition之所以发生 就是因为你在存取某些变数的时候突然被中断 或者是双CPU或者是之类的 那这时候呢 会产生竞争情况 两个人同时修改某个变数 造成变数不一致 这时候你要控制说 我不能同时修改某个变数 那我就可以 在单CPU的情况之下 我只要禁止中断 它就不可能 在这个条件之下 还去修改某个变数 所以就可以控制 让它不要产生竞争情况 各位可能忘了 那我教很多东西前后会是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忘了那个 你可能这边就听不懂 可以问 可以问 尽可能问 好 那 那 中态站存机里面还有处理器模式 那处理器模式 栏位呢 M等于0的时候是使用者模式 M等于1的时候是特权模式 特权模式就是用来 作业系统执行的时候是用特权模式 咦? 这应该不是我的声音吧? OK 这是 谁的手机 不在的人 不在的人的手机 好,了解 好 好 OK 那 所以你的手机请关震动 好 那在作业系统上面 它通常用来制作保护的功能 因为特权模式放进去 特权模式做什么用 你特权模式的模式底下 你才可以去设定 譬如说 中段计时器 如果你让使用者模式也可以设中段计时器 那你的整个安全保护就毁了嘛 因为 譬如说你已经把中段计时器设成 譬如说300毫秒 然后交给使用者的程式去执行 结果使用者程式呢 它又把中段计时器设成无限大 那它就一直抓着你的CPU补放 永远都不还给你了 所以这时候 你不能够在使用者模式 让它做 设定中段位元的动作 设定这种 处理器肉眼啊 中段位元啊 中段计时器 这些动作是不行的 那这种叫特权模式 那各位 这学期上作业系统 所以 你上完作业系统 你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做这个 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 那你作业系统白上 所以 上完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也会教你 就是像 什么叫 竞争情况啊 死结啊 那些东西 但是 但是 往往不会实做 啊 我们已经实做过 给各位看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一部分没有实做 这一部分是 是属于 系统程式到 作业系统的这一段 那在后面 有机会 我们会实做 给各位看 那再来 未原主顺序 就是 未原主顺序 有所谓的 大印第安 和小印第安 那 big endian 和small endian 那这种 就是 就是你到底大的在前面 还是到底大的在后面 那 你只要一致就好了啦 其实不一定说 谁要在前面 你只要一致 看你想要用哪一种 从头到尾都用那一种 不要一下用这个 一下用那个 就好了 好 那 好 好 那我们直接查一下维基百科 你就会比较清楚 把这个放上去查一下 好 andian is andian is 那 这里 你会查到 英文版的维基百科 但是 中文应该也会有 好 那它说 会员主婿 这个叫 andian andian 那 他是指说呢 谁大的仙还小的仙 那这个 andian 这个字 其实是从格列佛游记来的 格列佛游记里面 所以小人活的人为了水煮蛋 应该从大的一端拨开 还是小的一端拨开呢 吵了半天 很奇怪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说 big andian big andian 他是怎么样呢 就是地质增长方向是这样 8bit位置 位远 那 你会看到 它的 暂存记如果 0a0b0c0d的话 那它的储存方式 就是0a0b0c0d OK 这个是big andian 的 那small andian 就是反过来 暂存记是0a0b0c0d 结果它是0d0c0b0a OK 这是small andian 那我们 会用big andian 我们不会用small andian OK 那这样清楚吗 好 清楚 那所以呢 我们就 回到这边 这是位远主程序 那基本上 cpu0我们会用big andian 大indian 好 那中段的时候 这个又是一个 作业系统里面 几乎最重要的东西 中段 那中段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可重入式 一种不可重入式 那原则上 像我们cpu0不会在中段里面 在中段 所以我们会用不可重入式的 这种比较简单 但是真正的作业系统很多 会用可重入式 因为尤其是 尤其是那种即时作业系统 real time 那种东西 有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算你在中段里面 我还是要把你中段 那如果你不是即时的话 不见得要用可重入式 可重入式叫reentrant reentrant 那印理中段发生的时候 通常中段代号 会从中段的那个线 几条线上面传进去 那比如说 传进来的代号是0011 那你就知道 它的中段是3号 第三号中段 那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 那个中段的时候 它那个中段代号 就会直接指定给PC 然后呢 你就会去执行 某个特定位置的程式 在作业系统里面会很有用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 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来看这些 好 先休息一下